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他分享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那路加在这个短小的可以说是迷你的故事当中 记述了两种接待他的方式 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坐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 玛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事后 事后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玛大 玛大你为许多的事优势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那路加讲述这个故事啊 对今天生活在这个 凡乱的世界当中的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那玛大的事众 为什么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称赞 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是哪一件事呢 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 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功课要学 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 我们知道主耶稣以门徒进的那个村庄 就是伯塞大 伯塞大是位于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那路加福音从九章五十一节 他按照五十一节划分了耶稣在世上的服侍的一个区域 那就九章五十一之前主要叙述他在加利利的侍奉 那九章五十一节 那地方说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所以九章五十一节以后就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几个月的活动 以叙述他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 完成救赎大功的事件为主 因此路加讲的每一件事每个故事实际上都隐含了 神子耶稣要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背景 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那这个故事非常简单文字非常简洁 在描述也细致生动 那我们对马大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他非常的热情 殷勤待客 他对耶稣和门徒主动热情的接待 接他到自己家 38节那地方说 显然马大应该已经认识耶稣 很有可能这并不是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家庭来做客 那这个温馨热情的家庭对没有枕头的地方的人子 主耶稣来说 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士和法利塞人对耶稣是一种敌视的态度的 但身为女子 马大不但没有胆怯 而且热情的引导家人公开的来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 我们看到他们姊妹两个人对耶稣的道来有不同的反应 所谓妹妹的玛利亚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记载他讲过任何一句话 他安静在主耶稣脚前听他的道 马大非常爱主 你可以从他的那个活动当中 他非常爱主 他爱主的方式就是让主得到周到的招待 所以也是那地方讲说 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但他越用侍奉来表达爱主 效果却是相反 因为他问耶稣了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我想我们可能在侍奉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做呢 马大他这么问 表明他已经忙到心烦意乱了 以致忍耐不住 抱怨主耶稣和妹妹都不体念他 那主耶稣也没有责备 责怪马大做事太多 41节那地方说马大马大 实际上这是主耶稣刻意用重复的称呼来表达一种亲切 只是说他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那马大的问题不在于侍奉多少 而在于思虑烦扰 他侍奉多而在于他思虑烦扰 结果失去了安息和喜乐 错过了最重要的事 今天同样如此 如果你有很多的侍奉 但你的侍奉却让你开始抱怨同空 开始让你觉得不公平 你很可能是以为是为主 主做 但却不是主所要的 因为赐恩典的主 并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么 他要得到的不是工作 而是工人 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就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也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在耶稣面前听他讲道 让他的道来更新改变我们生命 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 那一定是要得到这个生命 才能够谈到福事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主耶稣 他期待玛带所做的 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耶稣正往耶路撒冷去 就是在 可以说是去十字架的死亡的约会 借到他 尽管他也 他完全晓得受死后复活 将是荣耀的一个显现 但是在面对的死亡的阴影浓造到他 耶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呢 马大为了进代壳之道 来回奔走 进他一己所能 把家中一切最好的拿出来 管代耶稣 但这并不是耶稣当时所需要的 他极需要是一种安宁 为了摆在面前的十字架道路 他非常盼望能够暂时的离开 那些不断向他来索取的那些群众 所以在伯大尼这个小村庄 他希望找到一个安静之所 即使是一两个小时 也是好的 而且他也希望借到个时间 因为他要走向十字架 来教导兼顾门徒的生命 所以玛利亚的专注听到的态度 正好符合主的心意 而马大却在敬意的 善意的尽力破坏 善意的尽力破坏 另外这个故事指向 也是一种生命次序的错误 或本末道字 当耶稣在他们当中说话的时候 这应是一个聆听的时刻 而非工作的时候 那玛利亚懂得分辨时候 安静在耶稣面前 把他的脚前 坐着听他的道 那是主的话 对他生命产生吸引 那玛大呢 怎么呢 他确实刚好相反 他没有被主耶稣的话吸引 而是忙碌在事工里 玛大可以说是为主做工 玛利亚呢 是让主做工 玛大是要得主的欢心 玛利亚是要得着主自己 就是说工作的果效都会消失 唯有永生是不能夺取的 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他所拆来的基 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这是约翰福音 十七章三节所说的 这对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不要以为忙着侍奉主 结果却忙到死去了主 真正的爱主 侍奉是无论外面有多么忙 里面都是什么呢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好像希望都是我们 对我们每个人提醒 主耶稣提醒玛大 千万不要让这些事 进到他心里面 而叫他思虑烦扰 因为思虑烦恼是由于服侍的对象 不再是主自己 所以玛大可以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也将服 已经将服侍的对象 从主人身上转向了工作表现 工作的表现和自我的期许 那玛大很会做事 办事能力强 对事情的要求一定高 能干的事 他非常能干 所以他使出浑身的解数 想让平日参风露宿的主和门徒 享受丰盛的招待 在一半忙碌过后 他心腻焦脆 突然脾肩坐在主面前 安舒快乐的妹妹 所以他就陷入了这种 嫉妒自怜的陷阱当中 而更让他沮丧的是 主耶稣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没有为他的可怜的困境 说一句话 玛大全面想到 若与主同在的时刻 是最要紧的 其他的事都不见得要尽善尽美 虽然服侍必须由人来承担 但是不必以此为目标 甚至把侍奉都会当成偶像的 主的同在既是优先必要的 人定的工作标准可以降低 手中的工作可以放下 这是玛大的出路 所以玛大的问题是按照自己的看见 自以为是的在爱主 玛尼亚却是显出人的软弱 忽不能 然而他却有颗渴慕的心 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 我们有时候总觉得 若爱主的话 一定为要为主做什么事情 却服劣了主看着我们与他的关系 远重于我们为他做了什么 若没有注重于主的亲密的关系 施工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 信徒的偶像 使属灵的生命不自觉的 在其中就被腐蚀萎缩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 罗在这样的光景中呢 很简单 就用圣经的话来验证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在某些的 事丰的事情上 思虑烦扰呢 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 因为丧失了喜乐平安 我是不是在忙碌的事情当中 时时刻刻的渴慕那上好了福分呢 我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点上 放下一切忙碌的事物 像玛利亚一样专心的来到主前 渴慕 寻求主的同在与自问呢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殷勤做工 不可懒惰 这是神的教导 那外面勤劳做事是应该的 但心里必须安静 并且只可慕耶稣基督 所以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 就是与主同在和交通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外面的事情可以很忙 但心里面一直是与主有交通 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故事 中要我们看见的一个信息吧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工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让我们真正让我们所做的 能够让我们和主 有更好的更亲密的关系 更加爱主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我们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凭眼见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你最喜悦的 恩主我就求你 让我们每天在侍奉工作开始 甚至在度假的开始 我们都与你有交通 有交谈 来亲近主 让我们每天都从亲近你开始 感谢赞美主 因为你愿意我们和你亲近 谢谢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 仰望祈求 侍奉救主耶稣基督伦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